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买火车票和智慧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自己这段时间有空的时候自己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就会发现这个抢票功能值得和大家说到说了 我们也就趁着还没有过春节的时候挑几个市面上的主流的抢票功能的APP 来看一看谁抢的更快 给大家提前备战春运提一些不成熟的小建议 那么在测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抢票这件事本身 目前所谓的抢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预约购买还没开始卖的票 另外一类就是抢已经卖完的票 第一种相对简单 第二种则相对复杂 因为对于已经卖完的票来说 需要有乘客退票才能够进行 随机性就很大 不过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关键的还都是要不断的每天去监控放票的情况和去抓紧时机 有些APP能够根据一些可能这个退票的节点 比如说发车前15天48小时24小时这样的几个退票手续费发生变化的附近 那么有针对性的去布置一些服务器和计算能力 用来去增加这个抢到票的几率 也就是说在关键的这个时间点上拥有更大的这个计算能力和更好的算法 抢到票的几率就会越大 所以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 其实这件事就是大数据和科技 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抢票软件呢原理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不管是什么软件 它就是一个代替你去抢票的机器人 而且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替你抢票 它还替很多人抢票 但是铁老大放出来的票呢 它总是有限的 如果说你们同时去抢一张票的话 就会涉及到如何分配 到底是给张三还是给李四 而各家的这个抢票APP的区别呢 也就主要集中于此 那么有些这个看用户的订票时间 你比如说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是先到先得的这么一个原则 鼓励用户呢提前去下单 另外一些APP呢 则是引入了一个额外的权重 并且呢把它叫做抢票加速 或者说叫做加速包 想要更快的去拿到紧区的票 就需要额外的付费或者是分享 哪个用户给的钱多 或者分享的次数比较多 就能够拥有更高的抢票权重 抢到票的这个几率呢 自然也会越高 所以说要是一些大V想买火车票的话呢 那应该会更容易一些吧 理论上如此啊 简而言之呢 哪家抢得到票 靠的是算法和计算力的硬实力 而分配制度的不同呢 体现了不同公司 不同的这种商业追求 你想一想啊 如果一个APP 它既不图这个财 也不图名 凭啥这个耗费人力物力 去让你来帮你抢票呢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好 抢票这件事本身 跟咱们拆解的差不多了 咱们再来看一看实际操作当中 各个软件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这一次呢 一共挑选了五个APP 分别是飞珠 斜程 去哪儿 美团旅行 和高铁管家 对比的维度呢 也有三个 分别是抢票功能的这个 异用度 丰富性和速度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 当然是抢票的速度 首先呢 先来看这个异用度 咱们把重头席留到后边 大部分的软件 把这个抢票功能 都放在这个火车票的功能里边 点开火车票以后呢 很快就容易发现这个 功能的入口 而高铁管家呢 是直接放在首页 因为它毕竟啊 就是以这个铁路票 为看家的这么一个APP 打开APP就能看得到 相对来说更加直观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飞珠 它是五个软件里边 唯一一个没有把抢票 叫抢票的软件 它是把它叫做预约购票 显得稍微含蓄了一些 让大家呢 容易克制住这种激动的情绪 没有接触过的第一次 还真难把这个预约购票 当成抢票 把它联系在一块 其余四家都明明白白的 都说白了就要抢票 所以说在这个环节上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去讲的话呢 高铁管家呢 是最优秀的 携程去哪美团旅行其次 飞珠应该是在最后的 而在功能界面上来说呢 打开抢票功能之后啊 各家软件的界面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基本上呢 都是给出这个 始发地 目的地 出发日期 车次的这个选择 座席的选择等等 这么几类的这个功能 有的呢 会把这个备选日期 单独的去放一栏 有的直接 就在出发日期里边 就可以多选 基本上功能体验 都在同一个水平上 但是这里边飞珠呢 有一点不太好 就是当你在订单位支付以前 发现一些信息输错了 你比如说日期 或者席位没有选对 你想修改一下 其他的软件 都可以直接返回 然后重新选择 但是唯独飞珠 在返回之后呢 只能通过取消订单 再来重新下单 整个体验呢 就明显差了一截 剩下的软件 在功能上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协程和去哪呢 会默认购买 10到20元不等的 这个加速包 这样的话 这种捆绑式的消费 无疑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呢 可能是不公平的 而这个高铁管家 只能通过绑定 12306的账号 来进行购票 这就意味着 你需要面对 12306那些 反人类的验证码 比如过去 就把刘翔和我 放在一块 这使得在快速抢票 这件事的体验上 也就大打折扣了 而在这个领域的 美团抢票 没有明显的问题 所以在抢票功能的体验上 来说 美团旅行是占优的 协程去哪 高铁管家都差不多 飞珠呢 要再次的稍弱一些 其次呢 就是丰富性 我们发现了一个 比较有趣的地方 那就是说 美团旅行 去哪 协程和高铁管家 这四个软件 都支持分享提速 就和我们分享 这个外卖红包一样 将订单分享到朋友圈 获得加速包的支持 那么提升了 一定的这个抢票的权重 说白了 就是你和抢票软件之间的 一个资源置换 相当于是一个 这么一个关系 而对于用户来说的话 独乐乐不如众 众乐乐是吧 在过节这个期间 通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呢 不仅可以能够 互帮互助 还有一定的社交属性 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除此之外呢 美团旅行还有一个 挺有意思的功能 叫做抢票写 一般的软件呢 都当抢票失败的时候 会把这个车票的 和这个费用啊 和这个用户抢票的 这个手续费 都退还给用户 而当美团旅行 除了这个退还 用户上述费用以外呢 还会根据你的投保金额 提供一定的这个赔偿费用 虽然说这个金额不算高 肯定不能弥补啊 你归心似箭的这个心理创伤 但是也算是抢不到票 无奈之下的一点点慰藉啊 不过呢 这一功能只能在提前 三天以上抢票才可以购买 我想这主要是为了 防止有人故意去骗保 买一些很快就要出发的车票 去赚这笔钱 你要知道 中国的这个黄牛和人民的智慧 还是非常之强大 千万不要低估这一点 所以说总结一下 在附加功能的丰富性来说呢 美团最好 斜程呢 去哪啊 高铁管家紧随其后 非诸还是有这个提升空间低 看完了这个APP的颜值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 各家对于内功的修炼究竟如何 我们找了五位同事的账号 分别用无宽软件来去购买车票 考虑到每天往来 深圳和广州的车次比较多啊 控制的变量呢 相比较为容易 我们这次就选择了这条线路 具体的这个车次和席位的选择呢 就如我们视频上的这个图片所示 那么在测试的标准之上 那还是一句话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谁先抢到票 购票成功的通知短信 我们拿到手了 谁就算赢 这两组列车当中呢 G6322测试的都是不加速的情况 而这个G6030的测试呢 都是使用了20元加速包的情况 由于非诸呢 没有抢票加速的功能 所以这里边非诸的这个 非加速状态 我们把它拿作为参考 委屈非诸了啊 所以说它的成绩呢 如果稍差一些 应该也是情有可原的 大家先做好这个心理的预留准备 不过呢 正好也借此可以看一看啊 另外几款软件的 所谓的加速包软件 到底能不能让你更快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 这个抢到票的短信 是发到每个同事的手机上 所以说我们截图的时候啊 手机型号是不尽相同 那么从这个截图呢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团旅行的这个抢票速度 是这一组当中最快的 从下单到抢到 仅用了一小时47分钟 第二名呢 是非诸 他真的是很谦虚啊 这个抢票成功了以后 我们连短信都没收到 是通过邮件 才知道他抢票成功了 差点以为他压根没抢上 那么抢票成功的时间呢 是早上6点01分 分第三名第四名呢 是并列的 去哪和携程 都是第二天早上6点08分抢到的 看来一家人果然是一家人啊 这个成绩上都是差不太多 这个高铁管家呢 是在6点22分抢到的 速度呢 是排名第五 那么又做了一次次测试啊 这次大家是初期的一致 全部是在14点02分抢到的 这可能是因为 抢的是一个月以后的票 所以这一次是全员平局 并列第一 看到了吗 这个票紧翘的时候 才能看得出来谁的真功夫硬啊 这次结果呢 各家都非常的接近 可以看得出来 铁老大这次放票的时间 大约是在12点半左右 这里边呢高铁管家通知的是最晚的 所以说按照时间排序的结果呢 是鞋程美团旅行并列第一 去哪飞珠并列第二 高铁管家第三 不过呢这里边需要注意的就是 没有使用加速包的飞珠 虽然说没有胜过鞋程和美团旅行 但是和用了这个加速包的去哪 速度可是一致的啊 甚至超过了高铁管家 所以说看起来 进过鞋程和去哪 它是一家的 那个鞋程呢 还是要好那么一丢丢 这次的结果呢就比较有意思了 同样是2月1号发车的G6322 我们在1月3号的中午就已经抢到了 而这张G6030到了4号下午 竟然一张票都没有抢到 于是我们好奇的查了查 结果发现呢 这班车在2月1号那天竟然是取消了 既然车都没有了 票当然就抢不到了 真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所以我们本来计划四次的测试呢 就只剩下三次了 虽然是有些可惜 但是这也可以证明 抢票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风险性低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间呢 比较有限啊 所以说并没有针对抢票的难度 进行针对性的设置 毕竟离高峰期还有一段时间 你比如退票和放票时机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测试的结果呢 也是仅供参考 另外啊 我们向一些这个业内的专家去咨询了一下 现阶段各家抢票软件的技术原理呢 都是比较接近的 并不会出现一家的技术绝对领先的这种情况 看来这次美团的大胜 可能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了 测完了以后呢 我们不难发现啊 这个抢票软件之间的速度上呢 差距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明显 美团抢票的速度呢 是略有优势 功能的比较完备 异用度也不错 还有就是抢票鞋和分享的加成 综合体验上来说呢 是比较领先 就是说它做的最全面 去哪儿和鞋成呢 毕竟本来就是一家 效果相当的是 也是这个不分上下 紧随在美团之后 而飞珠呢 虽然说在异用度和功能丰富下来说 处在下风 短信通知时间呢 有的时候也会有问题 但是抢票速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希望以后这两方面呢 加强一下体验 以后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在本次的这个测试当中呢 这个高铁管家虽然说在 异用性的和丰富性上很出色 但是在速度上 总是比其他几家是慢半拍 这要是抢的有一些紧翘的票 恐怕就会买不到了 当然呢 这只是基于我们测试的说的结论 如果说你是带着 毕生的心态去抢票的话 多管齐下 用几款软件 一起去抢那个最难的票 应该是最保险的 不过最好不要同时 用鞋成和去哪儿这样的双胞胎 因为要么都OK 要么就都不OK 另外呢 经过实测 不管是你花钱买加速包 还是分享拿加乘 这个加速包都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提升了这个 你在分票的时候的权重 但呢 这个分票的前提 还得是铁了大 有票可买 所以说还是早早规划 尽早下手 抢这个新票最靠谱 要是卖完了再抢的话 那就只能是看脸了 还有一个月过年 各个时间节点的火车票呢 也都要陆续放出了 也希望大家今年呢 都能够顺利的回家 如果没票的话呢 只能是飞机和汽车 这样曲线救国的方案了 好了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里啊 更多的科技相关的视频 和生活方式的内容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ZERO.com 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ZERO中国 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订阅号 如果你不嫌烦 关注一下我的个人微博 我也会感激不尽呢 好了 希望大家抢票顺利 新年快乐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